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功臣的时间长达七年之久哦 现在圣殿的建造已进展到最后阶段 也是最重要的时刻 所罗门将要聚集官员和百姓们 一起来欢喜迎接神的同在 今天就让我们也参与在这隆重的日子吧 一起来读历代至下第五章 历代至下第五章 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功 就把他赴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 放在神殿的府库里 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 各支派的首领 并以色列的组长招聚到耶路撒冷 要把耶和华的约会从大卫城 就是西安运上来 于是以色列众人在七月节前都聚集到王那里 以色列众长老来到 历位人便抬起约会 祭司历位人将约会运上来 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 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 都在约会前献牛羊为祭 夺得不可生疏 祭司将耶和华的约会抬进内殿 就是至圣所 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 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会之上 遮掩约会和台柜的杠 这杠甚长 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 在殿外却不能看见 直到如今还在那里 约会里唯有两块石板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号 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 摩西在和列山所放的 除此以外并无别物 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以字节 并不分班共职 他们出圣所的时候 歌唱的历位人亚萨 西曼 耶度顿和他们的众子 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 站在坛的东边 敲拔 鼓塞 弹琴 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 吹号的 歌唱的都一起发声 升合为一 赞美感谢耶和华 吹号 敲拔 用各种乐器 扬声赞美耶和华说 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那时 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共职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 充满了神的殿 当百姓们齐声献上赞美和感谢时 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整座圣殿 这荣耀的大能 让祭司们也站立不住 这座圣殿 绝不是所罗门一个人的成就 这其中还包含了 所有百姓的汗水与付出 当神的荣光降下 相信这代表神 悦纳了百姓们参与建造的心 他也很乐意和百姓们同在 亲爱的朋友 不管是出钱还是出力 相信你积极投入建造 和参与服侍的心 神都放在心上哦 未来也让我们一起继续加油 在侍奉神的路上彼此鼓励 一起结出美好的果子 也一起享受神同在的喜乐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悦纳我的付出 常常与我同在 也求你帮助我 所投入的一切 都能容神又一人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知福你与神一起会和建造 享受甜美果实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